其他焦点来关心 第四轮疫苗预约 截至今天中午截至 已经有103.4万人预约成功 紧接着第五轮对象 即将在下周一公布 但如果AZ疫苗数量太少 也不排除会提供少量的莫德纳 给民众施打 而我国现阶段 也会把打完疫苗之后 拿到的小黄卡资讯化 当成接种证明 方便民众未来出国 可以跟国际对接 另外指挥中心 也公布了三大方式 让没有健保卡的外籍人士 也能够比照国人 到预约平台上做议员登记 各县市传出疫苗短缺 民众打气也更加踊跃 29号中午12点截止的 第四轮疫苗预约 有103.4万人完成预约 而紧接着第五轮对象 即将在下周一公布 但要是AZ疫苗数量太少 不排除会提供少量莫德纳 给民众接种 或者也能够期待 这一周再有新疫苗到货 而随着施打率提升 五国疫苗涵盖率也逼近31% 疫苗护照也已经有谱 积极在做我们本国 相关的疫苗的护照 那WHO现在的建议说 希望透过大家双边的协议 然后去互相去认可 是一个证明 那至于未来怎么用 根据未来的一些情况 目前主要会以民众 在打完疫苗后 拿到的小黄卡 作为证明用途 但不是要放宽检疫 或者作为通行证 未来也会把小黄卡资讯化 方便民众在出国时 能够与国际对接 但除了本国人外 未来没有健保卡的外籍人士 包含中港澳居民 无户籍国民 也都可以比照国人 到预约平台上 做意愿登记 也许有一些人 我们很难去统计 可能在国外 已经有打过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 来做一个意愿的登记 那了解 这样的一个需求 有到多大 新阶段会议 掌握意愿 等到未来疫苗数量 比较稳定后 才会考虑 把外籍人士 纳入施打规划 究竟反而特别有道